好 我来推动采购标案的透明与连结 华丽施工所举办了113年度劳务采购房贪指引的座谈会 让施工所同人学习如何在劳务采购过程当中来强化房币措施 进一步来降低廉政风险 市长魏佳燕强调 施工所的每一项采购案都是民众权益的重要保证 因此必须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公开透明 严守法际提升服务市民的品质 花莲施工所举办113年度劳务采购房贪指引座谈会 让工作同人学习如何在劳务采购过程中强化房币措施 进一步降低廉政风险 市长魏佳燕强调 施工所每一项采购案都是民众权益的重要保证 必须确保每个环节公开透明 严守法器提升市民的服务品质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行政院的工程会的陈友正老师 那特别来到我们花莲施工所 做一些我们连政的一些宣导 那尤其在采购老物采购这个方面 那很多的一些讲解的案例 那也跟我们所有同仁说 很多的细节必须要注意 那也希望说有很多的采购标案 我都能够尽量做到我们公正透明后 那也希望说符合我们大众的这个利益 那有很多的不只是要兼顾我们所有的建设的一个品质 也希望说公平公正公开 那连结透明是我们公所持续要做的 那最后也要勤勉我们所有同仁后 都能连结的我们处理所有的一个工程的一个部分 这一次做含会课程内容包括了劳务采购概述 招标模式焦点议题 绝标原则策略应用 还有契约管理及争议处理常见错误样态 透过实力分析 让参加的市公所同仁可以深刻理解 实际操作中有可能面临到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市长威家燕表示 华联施公所会继续秉持廉政透明原则 确保每一个采购案都在阳光下运作 为市民提供更公正公平的服务 谢谢鲁慧欢市报道